这个先把虾给一下 好 这个虾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哈布大虾买回来之后 是 都是新鲜的 是不是 一看就能看得出来 就这么两大段吗 就这两段也可以了 以前我们大家在家里面都知道 在吃大虾烧白菜的时候 虾脑要单独就是来 这样子靠虾油 今天我们要有那个过程吗 今天这个虾不是很大 它靠不出虾油来 所以说就在直接一起炒 就不用了 等于有虾味就可以了 好 反正虾的脂肪含了就很低了 所以没必要 但我就特别担心虾多贵 怎么办 那就用一点 比如海米之类的也可以 这道菜就等于是低档食材 但是和高档食材在一块配的 那种感觉 它这个虾 你可以不用这样的大虾 你先小鸡皮虾 甚至粒虾也可以 虾仁也行 你看切开之后 一看它那个籽很少 或者是基本没有 我们看很多那个日本料理师傅 在做凉拌菜的时候 处理黄瓜 它也会把中间黄瓜的籽都剔除 对 它这个 这也是下水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对 所以说防止出水 你把中间籽 对 因为越到中心 它的这个水分含量就越高了 这是滚刀块 大家你看像不像做哈密瓜的感觉 就是你看一条一条的 沙拉之类的 这个瓜之类的食材都是 而且我觉得夏天的时候多吃点瓜 感觉真清凉 好像没有人能拒绝夏天当中的这个蔬菜和水果 瓜类 尤其是瓜类 没有人拒绝 西瓜我们天天都准备上一颗 就是 所以搅瓜也是大家不错的选择 好了 我们看看这道菜 现在处理一下基本的操作 就是你要把虾一分为二 大家看您虾买的大小 既然是虾段 所以这块的大量很好吃 然后再者就是滚刀块 你要处理你的脚瓜 再者就是我们今天的粉条 你需要提前泡发 这是用热水泡的吗 还是温水 温水泡多久 温水泡不到一个小时半个多小时 泡一会就蛮好的 其实我们总觉得今天说脚瓜 这个家常菜大家吃法很多 有一些美食家说 为什么这些菜吃法多 就是因为它价钱不高 老百姓都能够玩着赚它 所以说做的机会就多 做的机会多 人们就发现什么东西好吃了 然后就保留下来了 没错 我先问问您大师 您接触的脚瓜料理 都有什么样的菜 所以实话在酒店里 脚瓜的菜不是很多 家常菜多 这个脚瓜一般都是在酒店里 就是做一个橄榄脚瓜瓶 是吧 或者是老板和脚瓜喝 是吧 生的老板 生的 然后脚瓜 八间 郑老师说过了 就是用它来配馅 是吧 蒸饺 烧麦 对 包括水饺 清早的一位大师 他是技大师 技巧和技大师 他就是非常推崇于原生菜菜 他就是做调馅里面 他就用脚瓜 用脚瓜来调馅 当味精 当水 当油来调 就是用脚瓜来当鲜味剂 对 哇 技大师还有一定创意的 对 原生菜 没错 这边我们要把虾段 虾脑放到我们的锅里面 这样子来回煸炒 炒到什么样的火候 再放其他的食材 把它全部炒红了 有的时候很多朋友在吃虾的时候 比如说在吃很多四川的那种麻辣口味的虾 他会把虾炸过过油 然后会担心 比如说 我觉得要不要吃炸过的香脆虾的香辣虾的虾皮 它这个虾皮吃完之后 究竟对我们的肠胃负担大还是说一般 其实你这个问题 就是反映出很多人说 我吃的虾皮 我可不可以补钙 对 很多朋友说 他有觉得什么有食料价值 我吃了吧 实际上没大有效果 因为我们的胃肠当中 很难能够分解里面的碳酸钙 所以虾皮盖含量太高了 你看大虾 虾盖含量也很高 但是那个皮太难消化了 钙释放不出去 就没法被小糖吸收 就是还是不容易吸收的 没错 所以大家 如果是吹酒口感 OK 你可以吃几个都无所谓 但是别为了营养价值 也大量吃的 其实意义不大 明白了 好 虾皮那么厚 它不跟虾皮 小虾皮一样 对吧 太难了 气酥了 太大了 厚的虾皮 吃到肚子里就跟草一样了 好了 这个锅里面是干的 干的 干的 这样子干烤 对 要不要加点水呢 这个不用 因为泡盖下去之后 它会有点水下来 因为这个粉条已经把它给泡透了 只要加热之后就开始吃了 这样它会再慢慢的吸一下这个汤汁 这非常好 正好 它就等于是把最鲜美的汁都能吸进来 对 好了 我们这时候就开始用小火 中小火 来再慢慢的就是翻炒它 要炒到什么程度咱就OK 这个粉条软了 充分变软了 这个汤汁吸酥的茶没有了 就行了 好 我今天我现在看到这个步骤 我还是蛮期待吃那个虾断的 是不是 我不知道一会儿炒完之后 究竟有没有像我们今天 本来说的粉条占了善风 一会儿做完之后再说 咱们三个人一吃一个 做完做完之后再说 看看究竟什么最好吃 好不好 出锅了是吧 但是你做这道菜充分 规避了角瓜泄水的一个 弊端或者说一个特点 我们这边整个它那个水 全被那个粉条吸进去了 对 现在粉条是红色的 是虾的 没错 那个虾把那个粉条啊 整个轻草一类的鲜美 清香就是那个角瓜释放出来的 对 林大师您说的没错 先去 一道 就是角瓜炒虾段 一根胡萝卜 一根角瓜一点点粉条 再有一些虾 也虾 这个虾还是很不错的 大虾还有大虾 这个粉条呢 因为这个 用这个粉条来吸收这个 因为这个角瓜炒的时候 它会下水 对 是吧 你吸收它的汤汁 这样粉条吃起来非常好 汤汁不浪费 这个再也是这个角瓜呢 这个做的时候呢 这个很多就是情况下就是 它炒的时候 尤其我们家庭的 就这种这种鲁头的话 炒的时候这个水会非常的多 尤其是家里面火比较慢嘛 是不是 第一 是不是 这个如果想叫它没有水的话呢 你可以这个 先把它切完之后 用盐把它给拿一下 拿之后呢 把盐水起出来之后 这时候再炒 对 下了水 那也是 而就提前给它像烟一下 对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炒的时候呢 这个之前呢 拌上油 但炒的时候要少来油 提前拌油 对 这种油封住这个 这些角瓜 但因为这个角瓜 你油水大了 油水大的话 它这出水就少 对 因为它用油把它给活住的话 它也会少 而且呢 这个 那时候炒的时候呢 你可以不用叫它全熟 叫它气成熟也行 好 这样它这个油呢 因为它油多之后呢 它包住它之后 它再上桌的时候 这个冥土 很快的凉不下来 它会一个后熟的过程 然后它这个 会把它 当你吃的时候 它一般就全熟 明白这个意思了 这么多道道 也就是说你自己 如果说实在担心它出水的话 这几种方法 任选其一都可以 如果家里面火达不到 真的用这个方法 是吧 对 好吧 那我先问问您大师 今天您打算怎么防止它出水 今天这个菜呢 就没法防止它出水 对 那我只有用这个粉条呢 吸水 它不是出吗 那是吸 是不是 因为这个汤汁呢 是非常的鲜滅的 这个它的汤汁跟这个下汤 拖在一起 这个粉条 粉条是这种意思 大占的很大 对 因为这个菜吃完之后呢 这个有可能先吃粉条 再吃脚瓜 这个很可能 就是今天的粉条 是一个脱离了低地趣味的粉条 对 是一个高尚的光荣的粉条 来吧 我觉得它太高尚了 没有它 可能这道菜失色了不少 就吸了 是不是 来吧 大师 我先问问您 咱第一步怎么弄 第一步